带有花果茶香 这个茶汤呈现琥珀色的东方美人茶 是台湾特有的茶种 而新竹县鹅梅香 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所产出的茶品质相当的好 农会就特别举办了评鉴的活动 要来选出夏季茶的评鉴王 最后是由科技业转战茶农的徐有富拿下茶王 穿上圆明服饰 手拿竹筛跳起舞蹈欢庆 俄眉香公所与农会举办东方美人茶节产业活动 战兽茶叶与茶油等 新竹县长杨文科也到场 颁发今年夏季茶评鉴奸奖项 请到 东方美人街茶 苦茶以为茶香 今天安东人乐乐乐乐不好 我想非常分析 我米香一直在品修 我们推动农产品 同时还有观光方面 一直在配合 直到我米香一直在台湾 为了很丰富 用茶香掳获品名人士的心 俄眉香定理与气候优势 摘种的茶叶不喷洒任何农药 透过小绿叶禅的酌盐 纯旧蜜香的东方美人茶 是新竹县的无价之宝 而今年夏季茶的评鉴 由科技转战茶产业的许有富 熔登茶王 除了茶叶在农产大放异彩 俄眉香也致力推动高品质的苦茶油 搭配展售活动带民众了解 采茶籽晒籽炸油的过程达到食农教育 我们2021年俄眉东方美人茶节 继我们的油茶产销活动 那在我们11月13、14号两天 在我们的刺客山油茶坊来隆重举办 那我们在现场除了有我们的雷茶DIY 东方美人茶的这个品茶 那还有非常多的包括油茶的餐饮的这个buffet 那还有我们的东方美人茶bar 那还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 在这边来展售 现场也摆出饱满的文旦展售 吸引许多掏客前来 顶级的东方美人茶也研发出挤饮瓶罐 游客欣赏音乐表演的同时 也品味俄眉香最道地的茶经文化